日新一代发动机重大突破,波上15还遥遥无期,差距变更大。 据日本产经新闻7月2日报道,日防卫省防卫装备厅日前证实,该国完全自主研制的XF-9-1战斗机发动机的原型机已经研制成功,并且交付防卫省进行验收。 这标志驻日本在航空发动机领域获得了巨大突破性进展,距离获得国产五代机迈出了关键一步,据悉XF-9-1发动机的最大推力高达15吨,军推推力也超过了11吨,而美军F-22猛禽战机配备的F-119型发动机最大推力也就是在15吨级别,推重比为10.5。 这意味着日本即将获得和F-22发动机同一级别的先进发动机。 日媒称,XF-9-1发动机于2010年开始研制,日前交付了首台原型机,预计在2020年3月之前完成所有性能测试工作, 之后将正式列装交付,研制厂商I-I公司表示,XF-9-1发动机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材料科技,这是日本一贯的强项,因此发动机结构强度世界领先,其温轮前温度高达1800吨,和美国F-119和俄罗斯AL-41F这种第四代航空发动机处在同一档次, 仅次于F-35战机配备的F-135涡扇发动机。 日军事专家表示,未来该发动机将配备在该国国产的隐形战斗机上。 与日军在发动机领域的进展迅速相比,我国既与厚望的沃善副15时辆发动机依然遥遥无期,经历了约20年的艰苦攻关,目前依然没有服役迹象,这使得外界不禁对我国发动机水平产生了疑问。 军事专家表示,沃善副15是位肩负20配备的目标发动机,该发动机是一款第四代发动机,具有矢量喷管设计,而且推重比超过10,最大推力得达到15吨级别,和日方此次交付原型机的XF-9制印发动机类似。 但是截至目前沃善副15的研制还在进行中,并未取得重大技术突破。 专家表示,肩负20前段时间开始配备改进行的沃善副10B型驶量发动机进行试飞,这对于该战机的国产化进程无疑是个巨大进步,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, 国产沃善副15发动机短时间内没有服役的可能,否则不会用沃善副10B来救急。 有观点认为,沃善副15至少还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成功,到2025年左右才能配备肩负20。 这在进度上当然有些弯了,届时国外新一代变循环自适应发动机也已经开始裂装,如果不能尽快弯到超车的话,差距可能无法有效缩小,甚至还可能会拉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